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荣東美女的天 等一下 這首歌裡面沒有火啊 這在網路上超火的耶 有啊 超火的耶 什麼你說沒有真正的火 超火的小朋友都知道 你在幹嘛幹嘛不行了 我說的是真正的火喔 真正火啊 我才要罷火喔 我們來講故事吧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火童的故事 起發哈 放火啦 從前從前 在雲南有一個部落 住著哈尼族的人 哈尼族的人啊 他們生活在沒有火的深山裡 吃著生冷的食物 過著黑暗又寒冷的日子 而村子裡有一個聰明又勇敢的小孩 他的名字叫做阿札 他最大的願望啊 就是離開深山到外面去尋找火種 而阿札他沒有爸爸 從小就跟他媽媽相依為命 直到阿札他十八歲的時候 他心想完成心願 尋找火種的時候到了 他想知道有關火種的事情 但是他媽媽卻從來不告訴他 於是他 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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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啊 村長 你到底在哪裡 我在這裡 在哪裡 在哪裡 我不要跳了 我在這裡 啊 下面 大半夜 你輩到我啦 村長 抱歉 抱歉 不是啊 我說這個阿札 你一定要大半夜 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來找我嗎 還跳到我的床上 村長 抱歉 其實我是要問你 好好好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啊 如果你想要得到火種 就必須跑到石門山 但是從我們這邊到石門山 大概要走這個三年啊 啊 而且石門山上啊 住著一個可怕的大魔怪 他的頭上啊 還有一盞眉心燈 那個就是火種啊 在十八年前 我們的村子裡面 曾經有一個勇敢的獵人去尋找過 但是啊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啊 等一下 村長 你怎麼知道我要問這個啊 不是 因為你每天都跑來問啊 對喔 抱歉 現在我要問你 即便這個路程這麼的危險 你還是要去尋找火種嗎 哼 沒錯 我要去尋找火種 隔天一早 村長送給阿札一個葫蘆 裡面裝著故鄉的水 村民也都拿出各種的水果 和肉乾送給他 但是阿札的媽媽捨不得 他唯一的兒子去冒險 阿札 阿札 媽媽 你一個兒子 我太危險 啊 我是說 你一個兒子要讓人家 啊 我是說你一個兒子 等一下 媽媽 你這樣說話 他不只我聽不清楚 連前面的觀眾他們也聽不清楚 啊 不好意思 我是說 阿札 十八年前 那一個去尋找火種的獵人 其實就是你的爸爸啊 蛤 他為了使全村的人都能夠脫離黑暗 卻被那個可怕的大魔怪變成了石頭 不過啊 如果能說在二十一年內 把這個故鄉的水倒在那個石頭上 就可以讓你爸爸變回人形了 否則 否則就永遠變不回來啦 媽 如果我現在出發 正好可以救爸爸 你可以為村裡的人找到火種 媽媽 你放心 交給我 我一定可以的 我已經失去你爸爸了 你怎麼可以再失去你呢 但是我知道 你已經長大了 老鷹 終究要展翅高飛 我只能鼓勵你去 鼓勵你去救回你的爸爸 讓你完成這個找火種的心願啊 嗯 謝謝媽 你要小心啊 哦 沒問題 阿札 牛仔妹 跪比了媽媽 離開了他住了十八年的村莊 朝著那遙遠的石門山 出發了 阿札他動作靈敏地像這猴子 爬過一座又一座的懸崖峭壁 他的手啊 不知道被那些石壁劃破了多少句 可是啊 他都咬緊牙關忍耐著 因為他知道 他要記著媽媽的話 要在三年內趕到石門山 不然啊 就來不及把爸爸變回來了 手不清爬過了幾座山 渡過了幾條河 就在快要滿三年的前三天 阿札他終於來到了石門山 可是這石門山上啊 全是大大小小的石頭 他不知道哪一個是他的爸爸 也不知道這個大魔怪到底住在哪裡 完全沒有線索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石風松跳出了一隻 棒閃閃的小白鹿 棒棒跳跳的 到了阿札的旁邊 舔著他的手指 等一下放手 放嘴放嘴 是舔不是咬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舔 阿札從背包裡面拿出村民給他的肉乾 為了這隻可愛的小白鹿 欸小白鹿 你知道哪一顆石頭是我爸爸嗎 那你知道大魔怪住在哪裡嗎 小白鹿啊吃完肉乾抬頭看了阿札 好像聽得懂他的話一樣 就轉身跑向山中耶 哇阿札緊緊的跟在後面 小白鹿好像非常熟悉 這裡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條山路 石門山就像小白鹿的家 他就在這石頭間這樣跳來跳去 穿來穿去 阿札一路跟著這小白鹿 那眼看啊三天就快到了 不僅還沒找到大魔怪 也不知道哪一顆石頭才是爸爸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啊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小白鹿停在一個巨大的石頭旁邊 用後腳用力一蹬 碰上 通融一陣巨小 巨石裂開了一道縫 小白鹿回頭看了一下阿札 就跳進了黑暗的石縫當中 阿札也跟著跳了進去 啊 卡住了 這個縫很大啦 沒那麼小啦 而且你沒聽過那個嗎 歡迎光臨買縫 他歡迎你啊 所以你進得去啦 加油加油再次 啊我跳 啊進去了 原來啊這個石縫 是一條秘密的通道 可以通到一個有亮著光的大石洞 大石洞裡面啊有各種奇怪的石頭 好像啊都有生命一樣 阿札看著那些石頭 忽然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因為他心想 這其中有一顆 一定是他從未見過的爸爸 這時小白鹿突然開一口說話啦 阿札請你把葫蘆裡面的水 倒一點在我的身上 我就可以變回人形囉 喔好 阿札在小白鹿身上滴了一滴故鄉的水 果然一陣無彩的光芒之後 小白鹿變成了美少女 阿札 我是這裡的善神 瑪莎爾 我看到許多來找火種的人 都被大魔怪變成了石頭 我想阻止大魔怪 卻被大魔怪變成了小白鹿 能來如此喔 那 那瑪莎爾 你知道哪一塊石頭是我爸爸嗎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塊石頭 不過 他留下了這一把主刀 原本打算要給那個找火種的勇士 現在 我就交給你吧 謝謝 爸爸 你如果聽到我說話 那就請你保佑我 把你變回人形 說完阿札打開葫蘆 把水分別滴在不同的石頭上面 只聽到一陣妖怪的吼叫聲 那些被水滴到的石頭 竟然都變成了妖怪猛獸 向阿札扑了過來 阿札拿起爸爸留給他的主刀 勇敢的抵抗這些怪獸 阿札揮霧的主刀 也感受到爸爸與他同在 於是很快的 就把那些可怕的怪獸打敗囉 瑪莎爾帶著阿札來到隔壁的山洞 但這個山洞卻意外的亮 跟白天一樣亮耶 原來啊 大魔怪就在這裡睡覺 就在這個時候 瑪莎爾指著大魔怪的頭說 阿札 魔主就在那一盞眉心燈裡 快爬上去把它摘下來 別忘了 把大魔怪頭上的那根金雞毛 也一起拔下來 它就會失去所有的法術 阿札握著主刀 輕輕地從大魔怪的頭上爬上去 它踩著大魔怪的肩膀上 再跳到大魔怪的頭上 大魔怪的眼睛 就蹬得跟紅窩一樣大 鼻孔啊 呼出來的氣 就像一陣風耶 差一點就把阿札給吹了下去 白天的劍 就像刀一樣 蹬著咬人啊 阿札 把大魔怪 額頭上的眉心燈 用刀子 刮刮刮刮刮刮 挖下來 正想在爬高一點 把金雞毛給拔下來的時候 大魔怪 碰得醒過來 一把抓住阿札 阿札一手舉著火種 一手揮舞著竹刀 想把大魔怪頭上的金雞毛給砍斷 大魔怪 用力地把阿札摔在地板上 砰砰 這葫蘆啊 也被摔破了 就撒在一顆石頭上 那顆石頭啊 當好就是阿札的爸爸 可是時間已經超過了21年的期限 爸爸已經來不及面回人形 只能化作一堵青煙 像是在保護阿札一樣的 擋住了大魔怪的攻擊 阿札聽到青煙 在他耳朵輕輕地說 那種天氣肚子 這一次 這一次一定要把火種帶回村子 當村民在夜晚也能夠見到光明 這個 是阿札第一次聽到爸爸的聲音 是那麼的親切 就在這個時候 阿札勇敢地把火種吞到肚子裡 繼續拿著毒刀 砍著大魔怪 大魔怪看見阿札把火種吞進肚子裡面 非常的生氣 於是他用力揮開青煙 朝阿札和馬薩爾扑了過去 那股青煙卻緊緊地跟著大魔怪 像是要跟他做一個最後的拼鬥 使大魔怪無法抓住阿札 這時候 馬薩爾變成了一陣風 把阿札捲了起來 朝山東外吹了出去 大魔怪一看就使用他的法術 讓阿札肚子裡面的火種 變成了一團熊熊的火球燃燒著 阿札忍受著肚子裡面那團燃燒著的火 他不停下他的腳步 他也從不倒下 再見了馬薩爾 謝謝你把我從大魔怪的山洞給救出來 再見 阿札日夜不停地奔跑 不停地奔跑 他終於跑回了村子裡面 但是他卻聽見 因為媽媽太思念阿札 也生病上天堂了 阿札難過地躺在地上 勉強把身體挺了起來 拿起爸爸留給他的那把鋤刀 用盡最後的力氣 把胸膛打開 取出那團燃燒著的火球 熊熊的火光照亮著村子的每一個人 阿札也在這個火光之中緩緩地死去 死去的阿札 嘴角仍然帶著一謀微笑 因為他知道 全村子的人從此脫離了黑暗 脫離了苦難 哈尼族為了紀念這個帶回火種的孩子 就把這個火種叫做阿達 這個就是 火童的故事 哇 機關槍哥哥 原來這個哈尼族他們的火 是這麼不容易才能夠得到的 是啊 其實不只是火 我們身邊還有很多東西 都不是那麼容易 機關槍哥哥 故事已經說完了 不用這麼難過 哇 對對對阿 我是說阿 其實我們身邊阿 還有很多東西 都不是那麼容易取得的喔 真的嗎 那 我有問題 請說 請你舉例有什麼是 我們都以為很平常就可以得到 但是其實不容易的 像水 水 對啊 你先想想看 為什麼水龍頭這樣一開 就會有流出來的 那水龍頭不是插在牆壁上 所以我們一開就會有水嗎 歡迎以後 不是嗎 不是啦 這個很複雜耶 那 我有問題 請說 我不是要問你 我是要問大朋友小朋友 請問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覺得很平常 但其實啊 不是那麼容易取得的呢 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喔 那麼指風稱 繪本故事劇場 下次見 我想到了 有什麼是我們習以為常 可是不容易得到的 什麼 就是別人對我們的愛阿 機關槍哥哥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愛你 你要做什麼 我愛你 我愛你 謝謝 你很開心 你愛你 你都不知道